我今天在街市買了一個很新鮮的釘 現在我要煮蒸焗爐 因為我最近買了一個新的西門寺的蒸焗爐 這個蒸焗爐呢 大家先看看 有蒸焗爐 你可以蒸 然後它有一個菜單 可以選這個 它可以做蛋糕、麵包、薄餅 急凍的食物 牛肉 魚 我今天就是想跟大家說 魚 它有分的 它說 全魚是整條魚 還是魚 即是已經起了骨的魚塊 魚蛋 我想也是魚蛋 魚的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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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鮮 蒸什麼都可以 我今天就是想 嘗試用這個西門寺的蒸焗爐去蒸一條魚 我今天在街市買了一個很新鮮的魚 其實我也不知道這個是什麼魚 如果大家 大家知道的 可以留言一下 告訴我這條是什麼魚 在街市買 它已經幫你 略略地清潔好內臟 但是 都要自己再清潔一下 因為都不太乾淨 因為這些內臟 就會很腥 現在我要處理 魚的內臟 最重要是 這部份 我們要把這部份 湯開它 水 湯開一點 就刮這些 要清潔好魚的血 你看到嗎 這個就是 會令到魚很腥 用水清洗它 好了 煮乾淨了 看看 裡面的血都沒有了 最近還有一點 好 再清潔一下 我先看看 好 幸好 在荷蘭都很容易買到這些 整條魚 我知道 有些朋友 住在其他國家 例如 瑞典 或者是芬蘭 那些 他們想清清一條 整條魚都很難買到 這些新鮮的魚 幸好在荷蘭都 真的 可以買到這些新鮮的 整條魚 那 好了 那 清潔完之後 我用少少鹽 洗一洗它 醃一醃 裡面 我也喜歡 加少少鹽 讓它有一點味 等它五分鐘左右 讓它調魚休息五分鐘左右 好了 那等於這段期間 我們做什麼呢 就是準備 一些蔥 這樣 撈它 讓它出味一點 還有 有薑 切厚一點片 幾塊薑片 預備好 薑、蔥、片 五分鐘 好 我們首先 就要用 廚房紙巾 抹乾條魚 一定要抹乾 如果不是 條魚 一樣 會那麼腥 好 魚肚裡面也抹乾 抹乾 蒸了一條魚 才會漂亮 好 接著我會 塞薑片 進去 魚裡面 這些都可以 抹 腥味和蔥 塞進去 然後 我會在魚背上 湯 一刀 有什麼作用呢 讓魚比較容易熟 兩邊都湯 如果喜歡的話 都可以在這裡再 刮兩刀 我喜歡灑少許鹽 然後我喜歡灑少許鹽 這個蒸盤 我這個蒸盤是有孔的 這樣就好一點 如果有些蒸盤是沒有孔的 你就要放 筷子 浪高 魚 這樣 是會令到 魚不要黏在盤子裡 會移透氣 和會移熟 現在 不需要 因為我已經有孔 所以魚是應該可以透氣的 底部 鋪上 蔥 和薑 然後就可以 放一條魚上來了 剛剛好 可以拿來蒸 好 看看這個西門子的蒸盤 有什麼 玩 先 我們選這個Mills 有很多選擇 我們選魚 有很多選擇的 有整隻魚 有菲尼 有 有海鮮 我選整隻魚 他要問你 整隻魚 是烤 要烤 要烤 還是要蒸 我今天是選蒸 然後他要問你 你條魚是多重 300g 300克 350克 或者是多少 我猜 我條魚應該 300克 都是350克 左右 這裏寫著26 那就是 魚應該要蒸26分鐘 其實我覺得 是太長了 我們普通 蒸魚 的話 都是 12分鐘至15分鐘 搞定的 因為26分鐘 魚應該會變得很硬 很粗 這個時候我會做些什麼 這個我自己想的 我會選擇 開始了 等它焗爐 是 預熱 因為焗爐是要預熱的 等它焗爐預熱了 差不多到12分鐘 到數12分鐘 我就 放條魚下去 看看 這樣看看 條魚會不會熟 我們試一下 因為我 都是今天第一次試 這個爐 拿來蒸魚 好 現在我先按了 開始 聽到聲音之後 才開始預熱 你看一下 這個倒數 喝倒數 等我等到 12分鐘 我就放條魚下去 如果你問我 這個西門子 我不用 它已經預設了 蒸魚 那個時間 可不可以自己調時間呢? 是可以的 你選這個 steam 選這個 steam 按100度 然後你自己呢 對了 在這裡選時間 譬如我選 我要蒸 15分鐘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按 開始 當然之前 你條魚要放進去 條魚 蒸好了 我們鋪上湖西 蔥花 辣椒 切草了的薑絲 然後呢 已經是 已經是 熱了的熟油 就這樣淋上去 然後再放一些 甜醬油 剛才做的 醬油 剛才做的醬油 放進去 對了 不要淋在魚身 要淋在旁邊 這樣就完成了 今天這條蒸魚 試試味好不好吃 哇 看看條魚 多軟熟 哇 剛剛熟 我蒸了這裡 14分鐘 加上一焗一分鐘 很好吃 好 餅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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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